金庸武俠天地 书劍一授六 何时开始各走各路途已分清 纵使在身边你我情难认 心怨 心似冰 遇着你也似了生命 何时开始各走各路途已分清 纵使在身边你我情难认 心 心已轻 难理 已局随地 你可知我的梦 如天变远景 你可知我信已信 唯独对人书众艳艳 全靠粒铁铁纸 我才可以一路换马 一口气赶了六百里路 好 终于来到安西了 让我带文老弟给我的红花 进市集 试试找红花会的人接头 顺便卸一下脚 吃点东西才行 老伯 想找酒楼血脚 如果不介意不如又在下相陪你 多谢废心 不过我在等人 老伯和帝会文四哥不知怎称呼 原来你是红花会的人 那就好了 我和文老弟认识了不久了 是他托我来到安西找贵会报信的 果然是四哥的朋友 不怪得帮钱插着他的红花 前辈 在下慧春华 在红花会排行第九 未请教高盛大明 失礼失礼 在下是武当六非清 棉女针六老前辈 我们三哥赵半山 经常提起六老前辈的大名 今天相会真是榮幸 赵半山 当年和我在陶伦邦 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我也有多年没有和他相见 帝会少陀主和很多兄弟都在安西 这次六老前辈大驾光临 众兄弟正好拜见 客气客气 别说了 我今天来到 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奉告 请你立即带我 去见众位当家 是的 是的 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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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貴會的民四當家 民四嫂 還有我師澤 玉玉堂 十四大都和他們在一起 民四當家因為知道當今皇帝一些秘密 被大批大內高手追殺 身受重傷 陸某本著武林一 默之心 不自量力 護送三位去鐵膽莊 然後趕來報信 請大家盡快相救 好了 鐵膽莊周仲英 雖然是西北響當當的大英雄 但對方是大內高手 未必可以抵擋得很久 陸前輩 請問是多少天前發生的事 陸某件事太緊急 日夜兼程 只用了一天就來到安西 各位當家現在趕去救人 應該還趕得及 事關重大 小侄未敢潛越 還是請二當家毛陳道長法師號令 少陀主 總陀主臨終之時 唯命由少陀主接任總陀主之位 小侄都說年資尚淺 難當大任 是啊 四哥身受重傷 人家素不相識 都漏夜趕來報信 我們自己人反而你推我讓 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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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到四哥被人害死了之後 那就不用推讓了 老當家為命 少陀主你接任總陀主 誰敢為抗 少陀主你不奉義父為命就是不孝 再不然當然看不起我們幾兄弟 所以不肯做我們的總陀主 八弟 不得無禮 我楊成卑是粗人 心直口快 如果少陀主看不起我們 紅花會七八萬的兄弟 不如散了算數吧 射無頭不行 少陀主如果再推讓 只會令眾兄弟深淡 四哥到生死關頭了 請少陀主下令相救 少陀主放心 紅花會七萬多會眾 有誰敢不聽少陀主的號令 先接我無塵一劍 各位兄弟 並非陳家樂不識抬舉 只是因為自知年輕力弱 量財量德都難當大任 只有再三推辭 今天德蒙各位錯愛 由江南遠道趕來 要我遵從義父為足 兄弟本想等文四哥來到 再從場計議 如今變身不策 實難再推辭 恭敬不如從命 兄弟就斗膽 坐總陀主這個位置 好 我們就請總陀主拜祖師 接令法 盡快起程救人 文四爺 外面來了幾個朝廷嬰犬 小弟已經派人暫時擋駕 為防不測 請三位去花園密室 避一避好嗎 不用了 文某畢非貪生怕死之徒 要我躲在密室 就算撿回一條命 也會被天下的英雄恥笑 孟兄好以文某心領 就此告辭 以免連累寶藏 周老英雄的鐵膽裝果然宏偉 請宋管家招呼我張某 開眼界才行 張大人, 請留步… 張大人, 請等小人去安排 不用客氣了, 我隨便走走就行了 師弟, 我們衝出去 殺一個舊本, 殺兩個有利 大哥 好了… 我到了這個地步, 你就躲了 那就好極了, 三位放心 密室在花園石桌之下, 極為隱蔽 他一定不會發現 喂… 現在大內示威陰差大臣統統來了 你們鐵膽裝的人還不出來迎接? 原來方才鬼鬼祟祟祟的這位大爺 就是陰差大臣, 失敬失敬 我只是鎮院獎高的獎頭 你不用多 cruelty 張大人, 我親眼看到三位陰犯進來了 請大家下令搜查 張大人, 我們也是安分良民 我們老莊主是河西大周 五百里方年之內無人不知 怎會窩蟲陰返呢? 是呀, 這位童大爺方才確是你 孟某人一時失覺, 沒有送上門村 還諷刺了他兩句 可能童大爺懷恨在心 想無告鐵膽莊吧? 這樣呀 大人, 必須手莊吧 童兄弟, 我不是不信你 只不過我看他們有恥無恐 恐怕手莊未必受得到 到時被他們反咬一口 就好了, 我做官的當然不怕 不過你們鎮遠標局 大人說得對 這位小朋友真是精靈 你抓了我的手做甚麼? 小朋友, 你告訴我 今天來探望你們三位客人在哪兒 你說了, 叔叔給你錢買糖吃 我呸, 你當我是甚麼人? 鐵膽裝周家少爺會欺罕你的臭錢? 我知道今天來的客人不是三位 其實是四位才對, 是不是嗎?小朋友 我不知道 你再不說, 待會我搜到出來 別說你爹, 連你娘和你都要殺頭 我也沒怕你, 我爹會怕你? 小朋友, 我認得你手上的手額 是那位女客人的 原來你偷了別人的手額 難怪不敢認見過他們 甚麼偷?是嬸嬸送給我的 是嬸嬸送? 那如今他們在哪兒? 我不喜歡告訴你 老童, 你無謂浪費氣了 鐵膽裝大人做事 怎會讓這些小鬼知道? 誰說我不知道 小師弟, 大師兄和你回去玩玩 更好 我不敢, 你說我是小鬼 是呀, 小鬼, 快走 不要左手左腳 這麼重要的事你怎會知道? 誰說我不知道 他們就在這個花園那兒 不要亂說, 快進去 是壞人, 他們是欺騙小孩的壞人 張鄧, 你也看過了 花園只有一個涼亭 幾張石桌石椅, 哪有甚麼陰犯 小孩子信口癡, 你就當真才行 孟老兄, 張趙仲一直沒有說要守莊 不過, 蓮武之仁到了貴莊 難免寄養 是這樣的, 想請孟老兄指教一下 孟老兄不敢指教, 請大人刺招 好, 大家好朋友 不用動手比試 就讓張某試試舉起這張石桌 如果舉不起了 才再請孟老兄你指教, 好嗎? 莫乃不必老吧? 謝罵 我打 張大人真是天生神秘 是, 原來石桌下面有個地道的口 是, 張大人真是英明 一塊就靜在下面, 終做一塊了 是 是, 文化我作詞 我一腳受了傷, 把繩子放下來給我 好, 把繩子給他 碧龍, 我們這次被電達莊出敗了 你惡夫妻一轉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大哥, 我死也不怕了 有甚麼事, 你知道怎麼說嗎? 是這樣就沒問題了 等一隻捱狗要你做甚麼 你就照顧了, 知道嗎? 是 醒了 接著吧 我先上去 好, 讓你們見識一下文大爺的武功 是 是 是 攝影師傅, 我們一起幫忙 是 別動 你們誰再動手呢 這個依色華貴的大內侍衛就沒命了 老張, 救命了 張大人, 他抓了成總兵成大人 真是女士, 文泰萊 成總兵的生死與我無關 你不必知道要走 大哥… 我們中了張大人一掌, 抓住他 來… 大哥 你別管我了, 弄十聖, 走 大哥, 我跟你一起死 你剛才不是答應過我聽我的話嗎 快走, 馬上走 我們一起走 文泰萊, 開招 先走, 快走 大哥, 大哥, 大哥 大哥, 大哥 那個女人和他算得九島 我已經抓到文泰萊 其他人都不重要, 任由他們走 大哥… 四嫂, 我們先走 再想辦法救四公 慧客請留步 我周仲英已經請了大夫回來 屁 有事慢慢說, 還不必要放肥毒 你這個沽名釣魚, 狼心狗肺的老賊 我替你拼命 四嫂, 我們想拜佛救人要緊 先救四哥, 再燒鐵膽莊報仇 你說得對 今天暫且放過你這個狗賊 賊 紅花會這兩位客人真是莫名其妙 阿丁 是 你出來請大夫的時候 客人是不是有甚麼不滿 沒有, 當時那個女客 還跟大奶奶說得很開心 我鐵膽周仲英中環江湖 只有壽人尊敬誇張 從來沒試過這樣被人罵 這次可謂其餘 不過, 方才那位女客聲言要和我拼命 她的樣子很認真, 不像是造作 沒辦法, 還是快回去鐵膽莊再說 三位紅花會的朋友躲在花園密室 那些朝廷酒狗, 沒理由會發現 究竟是誰洩漏風聲 快說, 見路 師父, 是那些酒狗聰明 自己發現的 我不相信 先爸, 一定是你說的 師父, 與我無關… 你膽笑怕事, 又不懂武功 一定是被那些酒狗嚇了兩嚇 就自己說了出來, 是不是 師父, 不是呀, 不是呀 那是誰 你再不說, 我就一掌打死你 師父, 不關我事的 是…是少爺說的 盈傑, 過來 爹… 真是你說的, 快點打我 老爺, 你別這麼生氣, 嚇到兒子了 師父, 與小師弟無關 張柱還有狗賊好狡猾 他用激象法挑撥小師弟 是, 說他是小鬼, 不會知道秘密 人家說你沒用, 你就要出賣朋友 證明自己有用, 要請英雄 英雄是這麼做的嗎 英雄, 小師弟, 小師弟 阿瑜… 阿瑜以後都不用 阿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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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瑜 阿瑜, 阿瑜, 阿瑜 小師弟, 阿瑜 小師弟, 阿瑜 阿瑜, 阿瑜 老爺, 你怎麼出手這麼重 打死兒子 我本來想… 你想做大英雄 你為了顧著你的江湖義氣 就連自己唯一的兒子狠心殺死 我…我替你幫甚麼 好…你殺了, 你殺了我, 我不用難緣 阿瑜 阿瑜 師母 大哥…我想得你很苦 阿瑜 四嫂, 你做夢了 大哥, 你的傷痕痕痕了 大哥, 我很想念你, 你抱著我 四嫂 大哥, 我以為這輩子也看不上你 四嫂, 我… 四嫂, 我想得你很苦 四嫂, 我也想得你很辛苦 四嫂… 四嫂… 你想怎樣 四嫂, 你聽我說 誰是你四嫂 如如同, 你說 紅花會四大戒條是甚麼 說… 四嫂, 投降蜻蜓者殺 飯上伴會者殺 出賣朋友者殺 還有呢, 淫人妻女又怎樣 淫人…淫人妻女者殺 有膽的, 自己三刀六動 我帶你見少陀主求情 沒膽的, 你就走 看看十二哥鬼見仇, 肯不肯放過你 四嫂, 求求你去世上 pasいや, 我 injust被害 anterior 未訓份 你已吃到 我真的想得到 這口致又 expired 真呀 好, 桂洲 鳥 對 歡迎 ov Skip ievers vos 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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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